东京的米其林二星餐厅 去年在台北开了姐妹店 主厨是才36岁的田园亮物 他一到台湾就花了两个星期 全台走透透 了解在地食材 同时开始设计菜单 开了不到半年 他就顺利摘下了米其林的一心殊柔 被誉为是最快的摘星主厨 2019米其林台北指南公布会 日籍主厨田园亮物如愿摘星 当时距离餐厅开业 还不到半年 投入西餐领域超过15年 然而去年筹备台湾新餐厅的时候 他坦言食材实在太丰富 刚开始还真有点摸不着头绪 为了认识台湾食材 田园主厨全台走透透 擅长海鲜料理的他决定走一趟台南 我们就是他已经处理好了 就是鱼骨头内脏都已经弄完了 然后我们刚开始就从这个鱼背这边 这样拉 高手在民间 技术熟练的妈妈现场教学示范 只靠一把手术剪刀 10分钟内挑完超过200根鱼刺 台湾西南沿海晒岩品质好 尽管如今仅存零星岩厂 坚守岗位的老岩工 见到外籍主厨到访 热情分享 这个正成功还没过来时候 荷兰人统治台湾 夹这个金盐地下盐水 所以我们至最上四种盐 这个最好最好的盐 历史都记载都认证 思念家乡的味道 用台湾食材也做得出来 主厨将虱目鱼皮和鱼肉分离 鱼肉拌入苦瓜 洋葱 杏鲍菇等蔬菜油炸 超薄鱼皮则是煎的酥脆 搭配浓郁口感的 番茄鱼干酱汁 美得如意树品 主厨创作料理从不间断 餐厅每两个月就换一次菜单 搭配时令食材端出时尚亚洲菜 摘心之后战战兢兢 每一天都是挑战